今天刚好在台中捷运发生了一起 有人持刀伤人的事件 当然非常的遗憾 所以第一时间我也请捷运公司 加强整体权限的警戒 增加保全人力 加强群戒 我们也赶快请捷运警察来加快人力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 确实是很惊恐 因为如果是持刀 或持有各项攻击性的武器 那在台北捷运就知道 这个运量非常的大 乘客如果很多的时候 再加上大家是等于徒手 然后再加上有些劳弱妇孺 甚至小朋友在现场的话 是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北捷运我们其实在过去 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想接下来 就请捷运公司 依照刚刚相关的规划 除了保全人力增加 捷运警察 加强整体的检警率 以及即刻的宣导 市民乘客整体的议事 以及当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我们可以在车厢内 有相关的求救灵 相关的通报机制 但是我们还可以在车厢内